这些年我们剧院坚持守正创新 不断的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创新性发展 这里面孔子他是最有代表性的 每次演完了以后 看见台下持续十多分钟的鼓掌的观众 甚至有的华人穿着汉服 更有的是当地的外国人穿着我们中国的汉服 来看我们的演出 当时我们确实感到这个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据出的统计吧 他线上有十几亿的关注度 来翻拍我们的孔子的片段 包括其中有像老年的广场舞 有还有这个健身房的舞蹈 还有幼儿园的 还有的是在艺术体操 花样滑冰 他们也用了我们这个孔子这个舞段里面的元素 进行改编 我们真的深深的觉得这样的一种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种文化自信 我们这些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在传承中谋发展 在发展中找创新 我们希望用最新颖的这样的一种最生动 最形象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达 来反映人民的心声 来展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 来弘扬我们民族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感谢观看